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光瑜 2004年当82岁的杨振宁娶了28岁的翁凡的时候 虽然80多岁的老爷爷娶妻娜妾的事 古艺有之 但依然弄的是举世皆惊 不少人背后骂杨振宁 为老不尊 老牛吃嫩草 20年之后杨老流氓 杨老牛这个记录被人打破了 4月10号中国大陆所谓的书画大师范增 以86岁的矫健老手之躯高调宣布 和比他小50岁的88年出生的女弟子徐蒙 皆为夫妻 80后对80后 也算是门当户对吧 你看在这个小娇妻的面前 冒蝶之年的范大使 范大使作画的这个动作依然是矫健有力激情澎湃 真可谓是老当义壮 成功的焕发了第四春 他这是第四次结婚了 第四春 也难怪 86岁的老蒙迫不及待的要和这个 要将这个喜讯公诸于众 这简直是医学奇迹 更是艺术奇迹是吧 36岁的徐女士不仅治好了范老艺术家的脑梗 更治愈了他的孤寂 让他举步维艰的艺术生涯又成功的复苏了 这是大师之幸 也是吃瓜群众之幸 所以呢 为了堵住吃瓜群众的这个嘴 范大使还不忘 为他老牛吃嫩草的举动定性为 一灵佳化 一灵佳化 这脸皮 这嘴皮子还真可以是吧 说起来范增的这第四次婚姻 成功的打破了老牛吃嫩草的记录 北宋有个叫张仙 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一个著名的词人 85岁的时候 新纳了一房小妾 苏东婆当时写诗揶揄她 十八新娘八十郎 苍苍白发对红妆 鸳鸯背里成双叶 一束梨花压海棠 别乱用这个一束梨花压海棠 它是这个意思 于是在爱吃嫩草的范老牛 大婚这天 一束梨花压海棠 这句话刷了屏了是吧 年轻点的朋友可能没听说过范增 她被大陆官方捧为国宝级艺术家 百度上你看她的这个头衔之物 所谓的名誉等等 我的天 能写好几页纸了 她的书画作品屡屡打破 中国再世艺术家作品的拍卖价格 动辄数百万乃至上千万 然而听完今天的故事之后 你会发现 比起她精彩的狗血奋斗时 她的情史根本不算什么 1962年 惊人引荐 中共文化界最有权势的郭沫若的班公势力 来了一位态度谦卑的小年轻 他说自己是中央美院国画系刚刚毕业的学生 想请郭老为自己的毕业作品提提意见 作为文化界太斗 来求见郭沫若的人是络绎不绝 所以郭沫若一开始也没太当回事 随口问了一句 你这个作品的主题是什么呀 小年轻回答道文鸡归汉 郭沫若眼睛一亮 那会为了迎合中共在文化界掀起的整风运动 郭沫若刚刚写完了一部历史剧蔡文鸡 深得中央的赞许 这小伙子很懂得把握时机 我刚写完蔡文鸡 他就画了一个文鸡归汉 还找我来这个品鉴提拔 这小年轻的这份心思倒是很会投机 不过我很喜欢 郭沫若于是言和悦色的拿过作品 展开来仔细端详 要说画功技法神韵构思 确实也算得上是上品 郭沫若暗自点头 心说我也需要在文化界扶持一些后起之秀 这小伙子有些本事 心思有如此的玲珑剔透 是个可造之才 立刻决定捧一把这个年轻人 于是对他说 不错不错不错 画得很不错 我看你还没有给这幅画写诗提拔 不如我给你写首诗再提个拔 你意下如何 对方一听先是一愣 然后大喜过望 原本以为能找郭沫若提提意见 最多给他写个题目就了不得了 没成想还要帮自己做诗提拔 要知道 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 如果能得到郭沫若给作品提诗提拔 那就意味着得到了中国文化界最高层的背书认可 相当于向这个成功迈进了一大步 这小伙子敢往连声道谢 感谢郭沫若的提携之恩 然后便起身告辞 临走前郭沫若才突然想起来 问对对 你叫什么名字呀 范增 几天之后 郭沫若作诗提拔还数了大名的这幅文积归汉图 发表在了光明日报上 在他那个作诗的那个最后那行小字 着实令范增得意了好一阵子呀 江左小范作文积归汉图所提 应成此事 郭沫若 得到了郭沫若的背书之后呢 范增一心以为前途大好 准备大展宏图 没成想中共的政局是风云突变呀 郭沫若很快就不再得势 还即将成为这个政治运动整肃的对象 这下范增的这幅干业之作 就是郭沫若提拔的这个文积归汉图 还给他带来麻烦了 每月领导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评范增 追名逐利啊 资产阶级思想浓厚 让他好好反省 吓得他差点把这幅画赶紧给撕了 哎呀 此时正是毕业季啊 如此一来 别说大展宏图了 能找到工作 别失业了就不错了 这个咋整啊 思来想去 有个人应该可以帮到我 谁呢 沈从文 沈从文啊 来这个美院讲课的时候 见过范增 对他的这个绘画才华 也表示非常的欣赏 于是范增洋洋洒洒的给沈从文 写了好几页厚厚的一摞信啊 其中一半都在肉麻的吹捧赞颂沈从文 最后表示 希望能够得到前辈提携 将自己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工作 沈从文爱才啊 便找到上级疏通关系 还亲自去了中央美院 去办理相关的事宜 时任美院国画系主任的叶浅瑜 不同意将范增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 他说范增这个人啊 名利思想太重 而且人品不好 范增听说之后一度是万念俱灰啊 沈从文写信安慰他 哎呀 即便公家不能给你开工资 我本人也愿意给你发工资 你就放心吧 得到了沈从文的保证啊 范增写信啊 写的就更勤了 有一天天刚亮 范增立刻就跑来敲沈从文的家门啊 说自个儿昨晚梦做了一个梦 梦见这个沈先生病了 于是很不放心 便连夜赶来看望 哼一敲 这份心思 这份殷勤着实 令沈从文感动啊 于是更加努力的帮他斡旋 终于范增最终呢 得以这个分配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从事古代服饰的临摹绘画工作 抛开人品啊 范增的这个画稿的质量确实是好 再加上嘴甜 有眼力见 善于逢迎八戒 领导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 沈从文呢 更是很深欢喜啊 我介绍来的人嘛 于是经常邀请他 带着他老婆来家里做客 他那会已经结婚了 第一任太太已经有了 几年之后文革爆发 沈从文没躲过去 满墙的大字报呀 风霜刀剑 苦苦相逼 整天游街批斗啊 有一天沈从文震惊的发现啊 写大字报写的最凶悍的 竟然就是他曾经尽心尽力 帮助过的那个范增 范增写批斗这个沈从文的大字报 写的又凶恶又残忍 用词非常的恶心啊 极其恶毒啊 后来沈从文用八个字 表达他当时的观感 十分痛苦 巨大震动 沈从文后来曾撰文称 揭发我最多的就是范增 过去老话说 十大罪状已经够致人于死地了 范增好 一下子写出了几百条我的罪状 范增说 沈从文他们家就是所谓的这个 陪多菲俱乐部 意思就是这个资产阶级贼窝 说丁玲啊 萧钱啊 都是他的座上课啊 聚会中常常有女孩相陪伴跳舞 还放黄色唱片 哎呀 简直不堪入目啊 文革结束之后 说到这一段事情啊 沈从文曾经澄清说 我当时家里面哪有客人 客人很少 除了两三个亲戚之外 根本没有人来啊 叮铃那会儿早就去了东北了 这不可能来我们家呀 其实来我们家次数最多的 是谁呀 是范增啊 范增夫妇俩 沈从文再提到范增 他语带调侃的说 即便如此 我对范增依然十分的感谢 因为他教育了我 懂事儿一点 什么是损人利己呀 是吧 可以说是我的收获之一 但沈从文呢 毕竟还是有些文人风骨啊 没有记恨范增 从背后捅刀子的可耻行径 但后来又发生一件事 让他彻底和范增就翻脸了 那时候呢 范增画了一副商鞅像 商鞅的一个画像 画中的商鞅啊 带着一把长刀别在腰上 上殿和君王一世 沈从文看了之后就说 哎呀说你这个地方画得不太妥啊 一来呢 先情的时候啊 没有这样制式 这种形制的刀 那时候刀不是这样的 二来 臣子也不会带这种武器 上殿跟君王是吧 这个异士不可能带着刀啊 然后又指出他这个人物服饰上 也有些这个错误的地方 沈从文是对这个古代的服饰啊 礼仪啊 是很有研究的 他讲的话是很有根据的 结果范增指着沈从文的鼻子说 你那套过失了 收起你那套 我这是中央批准的 你就靠边吧 你就 对自己的恩师啊 就这种态度啊 沈从文曾经对范增给予多大的帮助啊 提携 结果你看 他就这种嘴脸对待这个沈从文 于是沈从文大受刺激 他后来对朋友说 说我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 但今天如果不讲 我会憋死的 他说范增就是个现代中山狼 说来也巧 范增的老师 著名的画 中央美院的著名画家李苦禅 在去世之前 也对范增有过一个完全相同的评价 他说 我没有范增这个学生 仔细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李苦禅去世的时候呢 范增屁颠屁颠的跑去参加人家的葬礼 结果被李苦禅的老婆孩子拒之门外 这人品可见一般 但是比起范增的另一位老师 沈从文还算是好的 范增的另一位老师叫黄勇裕 也是美院的一名国画大师 文革一开始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 据说范增还给他画了一幅画像 画上了一个洋人牵着条狗 狗头上戴着个帽子 帽子上写着黄勇裕 三个大字 不但恶毒的侮辱自己的恩师 还用画画这个方式来骂人 不画画不足以彰显 我们这个范大使的才华 这时候在范增看来 沈从文过时了 郭墨若被打倒了 黄勇裕也被踩上了一腕只脚 勇士不得翻身了 这些人都靠边了 该轮到我范增了吧 结果没过几年 范增也被打倒了 1971年 范增被下放到了湖北贤宁的 武器干校去劳改 一起被下放的 还有文化部宣传队的演员 须尊德 俩人住在一个牛棚里面 须尊德比范增小 对他是非常的关照 给予他非常多的帮助 后来上头批准两个人返回北京 范增没地方住 只好住在故宫旁边 一个堆满了废旧家具的破仓库里面 生活非常的窘迫 须尊德经常来看望他 给他送来一些衣服 口粮 非常的关照 须尊德万万没有想到 这样一个应该对自己感恩戴德的人 最后竟然让自己戴了一顶绿帽子 下面稍微打断大家一下 提醒您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经常来听我讲讲故事 同时也给大家推荐一款 品质非常不错的高利生饮品 普瑞唐的选宝黑身 普瑞唐选宝黑身 是我代言的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口服保健品的品牌 为什么呢 首先我对普瑞唐这间公司有信心 这是一家美国公司 是一群有信仰 有原则 有追求的人士成立的 他们的初衷就是要选择最好的产品 造福社会 造福百姓 其次我对原材料有信心 选宝黑身选自 产自韩国的高品质的高利生 是原老板 世代从事高利生的种植和开发 现在的当家人 更是个有着极大的责任感和 虔诚信仰的人 选择和普瑞唐合作 正是基于共同的理念和诚实的人品 第三点 经过这一年多的代言 我受到非常多的反馈 很多的观众朋友服用之后 效果非常的明显 而且常常是服用了很短的时间 健康状况就得到了极大的 明显的改善 有了这些非常正面的 积极的反馈之后 我就更有信心 也更加热切的 希望这款产品 能给更多的观众朋友 带来福音 因为是人参饮品 所以口感会有些苦 那么您可以先冲半杯蜂蜜水 然后再加上一包黑身 不怕苦 朋友直接饮用就好了 这个玄宝黑身 是真正的经过韩国古法 九争九铺制成的 很多人参的精华元素 才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那么有朋友担心 服用高利身会不会上火 玄宝黑身绝对不会 特别推荐那些 用脑过度的 睡眠不好的 压力大的 容易脱发的 贫血的 消化不良的 以及处于更年期的女性朋友 真的可以试一试玄宝黑身 那么这一盒是20包 168美金 一般来说一天一包就行了 那么身体差一些的朋友 可以试试早晚各一包 这笔钱我觉得花的是非常值的 毕竟健康的身体 才是我们开开心心生活 最大的保障 购买选宝黑身的专属网站链接 我就放在今天节目评论区的置顶处 记住只要输入 我为您申请的 专属折扣码JGY2023 JGY2023 就可以享受全球免运费的优惠 希望所有朋友都能够健康快乐 好的继续咱们的故事 看到大画家如此的窘迫 虚尊德心生怜悯 便经常接济他 一天虚尊德请范曾来家里做客 打算好好的给他改善一下伙食 很多年后 虚尊德一定非常非常后悔 自个这个善意之举 因为他不知道 范曾是一只中山狼 而且是个好色的中山狼 正是在那次家宴上 范曾认识了 虚尊德年轻貌美的妻子张桂云 当时的范曾可是也已经有了 第二任妻子了 是中央美院的他的同学 他那个女生 丝毫不嫌弃范曾的评贱 在他最艰难的时候 给了他温暖和支持 嫁给了他 结果一见到美貌的 朋友的老婆张桂云 好色的范曾 便把持不住他内心的欲望了 纵然是一枪赤诚的 对自个儿的好朋友 纵然有两个家庭的这个组阁 却丝毫不能阻止范曾 给张桂云写了200多封情书 追求人家 还用什么春梅战雪 秋会披霜 来这个形容他 哎呀这个流氓有了才华 也是个可怕的事 是吧 这两个人竟然就干柴烈火般的 就搞到一起去了 哎 古人云朋友妻不可欺啊 范曾可好 朋友妻不客气啊 气得徐尊德恰点的吐血啊 此时才后悔 自个儿竟然对这样一个 无情无义的中山郎 怎么好 就这样 范曾和张桂云 保持了十几年的 这个情人关系啊 直到1988年 徐尊德正式和张桂云离婚 而且1988年嘛 转过年来就发生件事 8964嘛 64之后 范曾立刻带着这个张桂云 去了法国巴黎 然后发表了一篇 后来争议很大的 慈国声明 注意啊 后来就是因为这个 所谓的慈国声明啊 就是离开国家的这个声明啊 蒙蔽了很多人 以为范曾是为了支持中国大学生 64运动的那个 那个民主诉求 和对自由的渴望 才跑去了法国的 他自己在这个声明中也说 因为他的很多好朋友 什么刘兵燕 方立芝 颜佳琪 这些人都是64之后 被迫出国呢 流亡海外呢 因为他们怀着 对祖国深深的爱 而被迫流亡海外 所以我必须出来 这对他们也是一种安慰 接着就是巧言辞令的 把自个儿包装成了一个 心系苍生 为了家国命运 干洒热血的所谓的人人志士 高屁 他不过是在利用这些人 这些六四中的这些人 给资格脸上贴金 他六四他什么都没做 那些人后来也不承认 是他的好朋友 他就是为了博得一个 追求自由民主艺术家的 这个好名声 当然了 也是为了顺利的拿到 法国签发的这个六四绿卡 这份声明的最后 才是他真正想说 他说 另外作为艺术家 我愿向诸位披露一则消息 他借着这个慈国声明 披露一个什么消息呢 我的出走也包含着爱情上的原因 我愿与我深爱二十多年的 南丽小姐共赴天涯 我既爱江山 也爱美人 南丽就是那个张桂云 跟他在一起之后 把名字也改了 你为什么改名字 大家心知肚明 所以他其实跑到法国去 他那时候还跟他的第二任妻子 没有离婚呢 没有离婚带着情人远赴法国 干嘛呀 在外国没人管得着他了 想干嘛干嘛了 多年之后 当他发现 回到中国可以赚更多的钱 出更大的名 因为他的根基在中国 他又想回去了 这时候他又写了一篇 与丁关根同志信函 给丁关根写了封信 一副奴言媚鼓 要求中共原谅他当年出国时候的那个鲁莽 最后他再次将当年离开的原因归咎于感情 他说我此国之主要原因 其一是家庭生活之不睦 他说我跟他我的前妻这个生活不睦 今我已于原偶分居育三年超过三年了 离婚之事当不成问题可以办离婚了 这对我一如是重负 明白了吧 当年是为了博取个好名声 同时也是为了和这个肆无忌惮的 可以和新欢在一起 他抛下自个的老婆 带着情人去了巴黎 三年之后时局安稳 为了名利财富 他又巧言辞令的说 我要报效祖国 同时可以合法的和情人成婚了 于是我就回来了 就这么个人 范大使啊 到底是个聪明绝顶的人 所有的正义的光环 他都会巧妙的归功给自己 所有的荒诞错误 他都乐善好施的 推给了那个叫时代的玩意儿 就这么个人 1993年这对野鸳鸯 终于结成了合法夫妻 张桂云把名字改成了男利 从此嫂子张桂云成了爱妻男利 2021年男利去世 范大使饱含深情的 写了一篇导文的复告 结果竟催生出了一个火爆全网的新名词 叫做范增道妻 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这篇短短不到四百来字的短文中 范增用了一半一多半的篇幅 来彰显自己的财富和全国纳税模范的身份 什么200幅画了60个亿了全国纳税模范等等 我去这比那个王妻强劲多了 要不是看到标题上写着复告这俩字 我还以为这是他给自己写的宣传广告 好不容易到了最后 转到怀念他的王妻男利上了之后 仅有的不多的文字 也都是些空话套话 丝毫没有真情流露的感动 就这么个玩意儿 爱妻 你所谓的爱妻去世了 你写篇悼念他的短文 结果一半篇幅是在夸自个儿 这是个什么样的渣男 这是个不会爱任何人的渣男 他仅仅只爱他自己 范增的这篇复告 堪称是凡尔赛文学的巅峰 可怜的男利 说起来范增范大使 在这个大陆的文化圈子里 确实是既有名又有钱 难怪四婚人家38岁的徐蒙小姐 义无反顾地嫁给他 有钱非常有钱 范增算得上是年少成名 很早在文化圈里面就有了名声 而且还被钱中书 纪献林这些大师 真正的大师称他为大师 后来又享誉国际 身价是一天高过一天 关键是身体硬朗 独领风骚了数十年 至今不但身子骨硬朗 人家还第四次赢取了小娇娘 另外他的作品还不断地刷新 艺术品拍卖和成交的天价 据统计 自2012年至今 范增连续11年 位居福布斯中国艺术榜第一名 作品公开拍卖成交价 超过了23亿元 绝对算得上是活着的国宝 最贵的老牛 这点从他的那些头衔上也看得出来 百度上有多少头衔 但是节目看到现在 您应该明白了 他的画有多贵 他的人品就有多烂 还有一个小插曲 当86岁的大使 又急不可耐地宣布迎娶 比他小50岁的小娇妻徐萌的时候 一个艺名叫做 爱上针的模特 瞬间上了热搜 原来这个爱上针的真名也叫徐萌 但是此徐萌不是比徐萌 两人大家别弄混了 虽然萌的看有点像 这位成了大师第四任妻子的徐萌 据说是跟随范增学化的 一个女弟子之一 然后据说是因为崇拜大师的艺术造诣 于是心甘情愿的决心 嫁给这个跟爷爷一个岁数的大师 毕竟是和他爷爷不同 人家那可是全国纳税劳母 范增自称自己是500年来一巨匠 自个儿说自个儿 是500年来一巨匠 代表了5000年的中华文化 你见过这么吹自个儿的吗 我是不太懂画 所以评价不了他的字画的水平如何 但敢说出这种话的人的人品可向而知 民间有句话叫做 使食物者为俊杰 无独不丈夫量小非君子 如果以此而论 范增那肯定算得上是俊杰 是丈夫是君子 如今徐萌小姐嫁给范增 这样一个劳当义壮的大使 也不知是出于真爱呢 还是想模仿大师的人生风范呢 钱里群曾经感叹到 说我们那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们虽然拥有高智商高学历 但却世俗老道 善于表演 懂得配合 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个儿的目的 这种人一旦掌握了权力 比一般的贪官污吏 危害更大 好吧 那就祝福范增和徐萌夫妇 早生贵子吧 好 今天故事就到这里 记得给我留言 我很想知道 您对范大使这第四次婚姻的看法 以及对徐萌女士为什么会嫁给她 您的一些观点是什么 欢迎您在留言区给我写下您的留言 同时提醒您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经常听我讲讲故事 另外特别感谢 长期通过捐款网站和留言区 给我捐款的版本 捐款网站就在每期节目评论区的置顶处 或者您现在扫屏幕上二维码也是可以的 好的 新闻最差点 咱们下次见